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撇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震撇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博卫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我们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这次我们就讲讲事关中国的两大谋论或者教论 这两个国家的领袖 当然另一个人士,洪森究竟是否领袖 他现在还是柬埔寨的参议院主席 而且相信他有一定失权 因为柬埔寨现在的首相就是洪马内 但是红马内,据媒体报道很多东西都要先问一下老爸 支持他们说,哎呀,红马内在美国读书 我会听奥斯丁说 结果就弄了一条习近平大道 可能你会说,他怕了他老爸 其实我觉得就算怕不怕也好 这个柬埔寨也是看实力的 你跟我说搞什么搞什么那些 有没有银? 有银的意思是你有没有帮我弄一些东西? 好了,大马上两大交论是什么呢? 第一个交论就是 塞尔维亚总统武启奇 就是博一个西方媒体 第一个交论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中国帮你们塞尔维亚建议这么多东西 是不是会成为中国附庸国? 他就当场搏斥了 原来这个塞尔维亚总统 他就为这个附庸国非常地侮辱他的 为什么呢? 他就是反驳了 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到 我想我已经是老了 为什么他说自己老呢? 大马上知道吗? 不知道 是因为他说 你们很烦啊 说来说去就是那三幅被 武启奇就铺斥这些西门媒记者 你是不是会变成中国的附庸国? 因为你们接受大量中国基建的帮助 那他就说我老了 武力气和你们这些胡说八道的人争论 这么业直指 他就说 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的人民 从来都不是附庸 也永远不会带来任何人实行附庸政策的条件和条约 就是我们是个自由国家 中国两个字就够了 就是尊重 这个是尊重 他也很直接说我们中国兄弟 就是尊重我们 这个就是为什么两个国家的关系这么好 而且他也相信大部分国家都愿意与尊重他们的国家合作 那么中国做到这一点 那原来为什么那些西门这样说他呢? 原来当日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 那么就和武契奇和一些塞尔维亚高官 在贝尔格莱达的扎蒙车两段 原来就是观看了赛空铁路 或者空赛铁路 两边怎么说也好 都是一条铁路 原来就是中国高速动车车组 那些西门不知道是眼红 还是什么东西 就很文不文 武契奇先生 你和中国有这么多合作 是否担心变成中国抚养国呢? 那你真是迫武契奇 骂叉你而已 是的 原来武契奇就是 2023年 塞尔维亚和中方签署了 是购买五列高速列车的协议 亦成为了欧洲第一个购买 并且是接收中国高速铁路的国家 今天就是我们参观中国订单的首列列车 预计最后一列就是2025年12月交付 他就说这个速度其他国家给不到 实际上是 你想想有些国家像美国那样 做高铁路做了很久 原来这个空塞铁路 是塞尔维亚段全线贯通之后 从贝尔格莱德到空塞边境城市 苏博谛刹只需要1小时10分钟 以前是要5小时的 当然塞尔维亚预计 将会从今年9月开始对这条铁路段进行测试 塞尔维亚的民众最远 就是圣诞节就可以坐上中国的动车 他就说 列车每两个小时一班 和之前的列车不同 列车会分为一等座和二等座 一等座45位 二等座97位 一等座看上来 简直好得不得了 他走入列车时便说 其实坐在二等座的列车 舒适度也很高 我还以为是一等座的车厢 当然 有些媒体也说 和欧洲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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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地看一看 因为新郑和实际上中国的高铁在世界来说 我不要你 你不要不要不要 很多国家都要的 其其也说 空塞铁路贝尔格雷德 到杀维 杀德段开通之后 已经开通了那段 已经有七百万的乘客人次 也取得过去四十年 塞尔维亚铁路发展从来没有过的高度 代表着是塞尔维亚铁路的交通复兴 得到了民众的肯定 在过去三十到四十年 其实没有哪一条路线的乘客 好像贝尔格雷德到杀维 杀德这条路那么多 人数已经证明了 而且他说的东西 很明白我们中国人 中国有句老话 要自负先收路 说真的 这个也不明白 对 对 路通财通 没错 蔡尔维亚铁政府继续加快推进全国的铁路运输网络 是建设的 铁路将成为我们重要的交通手段 我们已经复兴了铁路 也引进了最优秀最漂亮的高速列车 西方不高兴 他说实话 你帮他做吧 你的铁路是否这么快 叫日本帮帮忙 畢竟是亚洲地区 也是他 菲律宾也是品区 他肯不肯 蔡尔维亚肯不肯 他开价是如何 他说非常感谢我们中国的朋友和我们中国中车集团 他们日以计计这样工作 按时完成 这个可能是蔡尔维亚工作过最好的公司 他们的工作方式令人难以置信 武奇奇也说 希望蔡尔维亚也能生产这么优秀的列车 这对于他们的国家发展很重要 他也表示 这个也挺棒的 蔡尔维亚希望能够在中国帮助之下 建议一个列车生产厂 原来已经向中国合作伙伴提供一些地点和方案 看看我们中国朋友如何说 我希望有一个火车生产所 我们努力 由于种种原因 我们还没准备好 但是我们会努力的 他也说 近期还有一些中方代表访问蔡尔维亚 蔡尔维亚也为双方的合作 保持得这么好 就很高兴 当然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 原来这条铁路是破了蔡尔维亚记录的 刚才说的两年七百多晚 已经在蔡尔维亚国家历史上的新高度 这个新高度 这条铁路 就是控彩铁路动车组 基于中国标准动车平台 也结合欧洲技术标准和 控彩铁路线的生产条件 标志着带有复兴号基因的 中国标准列车首次进入欧洲 中国的高端轨道交通装备 走出去 即是出海 是出得重大突破 当然这个重大突破在欧洲的大陆上 所以冯德罗欣之前也说 你不要跟他走得那么近 记得当时说你这样不行 尤其是帮中国买战机 没有走得那么近 这也令他加入欧盟的进程 蒙上少少阴影 少少?你这么心慈 当然这个动车组 是由中国中车集团所属的中车长春 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其实是制造的 在2023年10月 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峰会论坛期间 在签署商务协议 五列列车都是采用四折片 即是两栋两汤 可以容纳250名乘客 最高的营运速度 或者是运营速度 是200公里 亦都适合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不同的接触网 列车亦有两种不同的受电工 未来其实是可以在赛空铁路 全线行驶 当然现在这个 这个没有契奇说得很简单 我们是要发展的 这个你要想一想 欧盟是否应该想一想 它是欧洲国家 为什么它现在宁愿选择 这么远不远万里选择中国的公司 应该你们是有优势的 一近水楼台才得月 你要去做这样做那样 如果想发展的话 要跟着你们的规矩 搞些事情 中国不需要 没有先切的条件 对 你们和俄罗斯走得很近 这样行不行 走得这么近 当然你记得欧奇奇说 其实它是很大压力的 因为很多欧盟的高居外卫 你要反对欧盟 你要加入我们制裁 他就说 为什么 你和我们布调一致才行 那就是捱我上战车 究竟他会继续加入欧盟 我觉得他如果可以加入 他也会加入 但是他也说过 现在国内 也没有那么强 这个当然 你说 不好意思 有点像土耳其 由满怀希望 很满心期待 慢慢变得 已经等到 花儿 借尿 已经活 等到不想 不抱任何期望 只能够这么说 没错 这是第一个国家 第二个国家 就是柬埔寨参议院主席 前首相 其实很多 权力还在他手中 所以为什么他也叫国家领袖 也就是参议院的主席 还有他儿子 红马内 很多东西都会参考 他父亲的意见 原来 这次他就说第二个交论 是来自扎廉斯基的 哦 你记得扎廉斯基 说中国是阻碍了很多国家 参加在瑞士举行的 乌克兰和平峰会 好了 洪森作为这个国家其中的领袖 其实我觉得实质的控制权 还是他手中的 他就拼斥这个教论 他就说 为你的外媒 乱差地说 其实他说的 都是和武契其一样 其实都是尊重两个字 他说 中国对柬埔寨 从来不会像西方国家 那么指手画脚的 反而是批评 中简关系国家 不断就对 这些批评中简关系的国家 反而不断向柬埔寨先押 但你们所说的中国 从来都不只手画脚 当然 因为有外媒 就问洪森 知道这些国家 有很多权力 还在他手中 就问他 这个东南亚国家 好像很多国家都不参加 那么 为什么他们不参加 这个瑞士的 乌克林和平峰会 如果不参加这个和平峰会 是不是中国叫你们不要参加的 其实你会发觉 他们很喜欢套 他很想说 是的 中国有什么 你套不到 洪森做了多少年领导人 那么容易被你套到 洪森立刻驳斥这些交论 他就说 我近日 你为什么说他还是 这个国家的实质领导人 因为他说他近日亲自 告诉乌克兰方面 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还有美国国防部长 就说 如果你不邀请俄罗斯参加 封会就不会成功 所以就不去 是吧 很简单 他就说 跟中国说的一样 因为 参战双方 是真的俄乌战争 你们都会说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 和平峰会没有他 这么搞笑 那谈什么 可以斗大会 其实说白了 那就是没有意思 他也不会去 真心说 他知道你们来搞我的 你觉得他会 我多谢你们来骂我 我多谢你们来骂我 我很想被你们骂 不要这么搞笑 那也看回 洪森 他就很简单 他就很简单 自己立场很简单 就是柬埔寨 并非是中方建议 或者施压 才不去的 柬埔寨的独立国家 这么多年来 中方从来没有要求 我们这样做 这样那样的 相反 那些指责柬埔寨 跟着中国走 说是中国附庸国 来日光附庸国的人 总是向柬埔寨施压 就叫不如你离开中国 是不是说奥斯丁 其实很明显是说美国 就叫柬埔寨 离开中国 一远离他 那些国家反而 你跟我走 经常跟我们发生语言冲突 经常指手画脚指指点点 那就是柬埔寨 不参加和平峰会 是我们的权利 因为我们认为这样 不会成功 之后他也很大胆 麻烦你不要想借这件事 指责中国 请停止把柬埔寨 和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游戏 联系在一起 就是说 我不知道你弄的东西 是吧 原来早前柬埔寨 这位 也叫做国家领袖之一 洪森也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 说我们不会参加和平峰会 因为他们没有邀请俄罗斯 这意味着柬埔寨如果参加 等于是犯了严重错误 因为交战双方应该要谈讨 才叫做和平峰会 对 大白长 你不邀请他 那是什么叫和平峰会 我不知道你和谁谈讨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交战方 就是俄罗斯 你的峰会又叫和平峰会 如果他没有参与 你如何和平 你和谁要求和平 这个真的很好笑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 去到严重 和平峰会没有叫我去 那怎么和平 我问你一句 你也不会回答 是的 洪森也说 柬埔寨不参加是基于我们主权作出 中国完全没有阻碍过我们 也没有向我们先言 其实这句话就拼了扎连斯基 这是涉及中国的一个论调 中国不让人参加 你是不是傻的 那印度呢? 印度派一些低级人员去 是否中国逼得他 没有提过印度 没有提过印度 他好像和西方的华契似 没有什么提及 赞连斯基没有什么提及印度 那就是不公道 洪森也说 那些认为柬埔寨受到中方压力 那些政治分析人士 或者领导人 犯了一个巨大错误 我也觉得是 当然洪森 自己的外媒在乱报 其实柬埔寨媒体说得很明 就是指扎连斯基的这番话 扎连斯基的主意 扎连斯基的主意 就是俄罗斯现在利用中方的实力 去破坏乌克兰问题的和平峰会 说得很明 说得很明 是的 这是赞斯基的主意 还有 你知道一件事 其实他现在就老屈中国 其实又是中俄 他现在不说我 俄罗斯不去 其实他又是老屈中国 因为你们 我帮你跳停 中国帮你跳停 被推入大国地缘博弈的泥潭 而大国也不要将柬埔寨作为 地缘政治博弈当中的棋子 其实这句话 也是直接跟奥斯丁说的 其实也挺大胆 直接跟奥斯丁说 我不想做棋子 当然他就说 你以为你美国佬 不要打算我做棋子 亦是令西媒人大跌眼镜 为什么 其实大跌眼镜的人才傻 因为没有理由 你读过西允军校 这样就算了吧 他们对这次奥斯丁 柬埔寨之间相当理所当然 以为一定会听你说 很硬的 不是 很明显跟他想 有很大的差距 好,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